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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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恩师一进去 照平常和大家念阿弥陀佛和长打招呼的时候 老和尚忽然就用很夸张 很古怪的动作来学我的恩师和长说阿弥陀佛 恩师一看 今天不一样 就赶紧去跪在老和尚面前 老和尚就说 这么多在家居士在这里 你跪着是要让人家折服吗 恩师不敢再跪着 就赶紧站起来 老和尚却就说 你大胆 竟然站得比师长还高 就这样 跪着也不对 站着也不对 要和师长平起平坐就更不对 真是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当天因为有很多人要求要归依 按照平常的惯例 归依症都是由我的恩师或是其他师父代替老和尚来填写 但是那天 老和尚竟然向大家说 你们看 他自作主张 归依症都是他自己写 目中无人 心里哪有尊重师长 你们到底是要归依我 还是归依他 恩师一听 就不敢再写 暂紧把归依症整理好 送到老和尚的面前 结果老和尚又说 啊 说他两句 就生烦恼 不要写了 统统要给我自己写 这一大堆是要叫我怎么写 怎么取呢 把他叫做传缘 传扁 传咸 传田 传图 传凹 说起来也真有趣 老和尚确实是有修行功夫 人家被他取名作传咸 传田 大家也都很高兴 恩师当时看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忍不住眼泪 快要流下来 老和尚又向大家说 你们看 讲他两句 就在流眼泪 他就是要让人家说 他很可怜 流眼泪也不行 恩师只好眼睛闭起来 深深吸一口气 念佛 开始思维观想 没有一个你 在骂我 也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也没有你所骂的话 结果老和尚又说 你们看 他在那儿 眼观鼻 鼻观心 假装很有秀的样子 在场所有的人 都听得莫名其妙 大家都看他一个人 恩师说 当时实在想找一个洞钻进去 也很想逃走 但是老和尚又说 跑哪儿去 给我停住 真是起心极措 动念极怪 无可奈何当中 也是要忍下来 可是等到会客时间一过 老和尚竟然若无其事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平平静静 还笑嘻嘻地端牛奶给我的恩师说 这给你吃 等到下午 会客时间一到 老和尚又像上午那样 开始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行过来 行过去 闲得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 会客时间一过 他又若无其事 我的恩师回想 今天一整天 实在想不出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老和尚样样都骂了 恩师心里就起了一个念头说 我要去问问看 看到底是什么不对 他一这样想 他一这样想 就往方丈室走去 一敲门走进去 老和尚看他进来 就一副惊吓的表情 用手拍着胸脯说 呼 叫人家帮他去掉 我像烦恼 才讲他 才讲他两句 就要来问问看 如果打他相摆 岂不是要去叫进场 我的恩师 听老和尚这样说 心里当下就明白 原来是老和尚慈悲 因自己的恳求 所出的考题 就赶紧就赶紧跪下来 就赶紧跪下来 忏悔 感恩 老和尚又说 我问你 你的名字是不是我取的 我叫你传敬 你就是传敬 我叫你传元 你就是传元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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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死了 叫你传敬 你会回答吗 脸上 这一层皮 如果撕下来 下面是什么呢 这么爱面子 什么 是我 什么 是面子 我们时常念金刚经 说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就说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念经是这么念 听经是这么听 听的时候 好像很泄脱自在 但是考题一出来 有人嫌我们 骂我们 我们一听到 马上保护自己的念头 就会跑出来 甚至很不高兴 心里有我这个观念 感觉有个我被人家骂 就是我像 人像都表现出来 除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凡夫 并不是菩萨以外 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啊 处处处保护一个我 为了我稍微被人家闲 就觉得没有面子 很不自在 希望别人 希望别人关心我 尊重我 认为我好 这都是在培养我像和我直 佛教导 我们要看破 放下的 我们反而每天都认真的在培养 还以为自己是在学佛 其实是每天和佛唱反调 抬杠 不过我们自己很少 能发现这个现象 总是感觉 照顾自己的面子 是很应该 很当然的 这不用人教 连小孩子也会 我们可以体会 如果我们的父母在骂我们的兄弟 不是在骂我们自己 是不是我们听了就不会很难过 假如骂的是我们自己 就比较不欢喜 如果您的上司 今天早上 是骂你的同事 不是骂你 你听了就不会感觉没面子 可见 是骂到我 這個我的问题 不是骂的内容的问题 不过 如果我们自己 当下没有发现 自己又在执着一个我 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 就没有办法放下去除 老和尚的慈悲表演和教学 就是把我们的毛病引发出来 使我们去发现 使我们去发现 要面对自己的执着病 去改进 破除 人家私下骂我们 我们尚且会不高兴 何况老和尚 何况老和尚是选择 场面浩大 来人甚多 而且是大观学者来的时候 才故意当众样样样都骂 骂得让你去体会 起心极错 动念极乖 当下除了念佛 不分别 不执着 无我相 无人相之外 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 每当 恩师告诉我 老和尚对他的种种考验 教导 我时常都听得 一面笑 又一面哭 一面感动 一面又惭愧 忏悔 笑的是 很欢喜 有因缘 遇到这样的开始 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毛病 哭的是 自己一向都没有决心 都被我相拖去团团转 我感动的是 恩师可以在老和尚的座下 让他磨炼将近二十年 类似这样的考题磨炼 每天换形式 换境界 考来考去 那种滋味只有身立其境 才能够了解 惭愧的是 如果那些题目考到我 我可能会不及格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 修行的目标 就是要去掉自己的烦恼 放下对自我的执着 恢复本来清净佛性的话 每天遇到境界考题 总是在那儿争说 我又没有不对 你为什么骂我呢? 总是在争 是你比较无理 是我有理 争来争去 只不过就是你和我 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这就叫做人 我是非 有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是修净度念佛法门 其实 大部分还是修人 我是非法门 如果说要念佛 就说气味不够 容易打瞌睡 如果要论理相争 就很有力气 都不会打瞌睡 如果念阿弥陀经 就说念佛要一心不乱 还要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但是 其实不必说到临终 生死关头 那么严重的境界 就是 平时 人家嫌我们一句 或是当众骂我们 冤枉我们 我们就马上会乱给他看 一旦 错认为错破世界的小事是很重要的 就把佛都忘光光了 不但乱给他看 甚至还死给他看 佛教我们 要修集信 愿 恨 三资良 一心念佛 我们常常都是专修 贪 嗔 痴 三毒 一心念着自我 这不是专门和佛唱反调台杠 是做什么呢 根本都在长他人的志气 灭佛祖的威风 人家随便骂我们两句 就那么有重量 佛说了四十九年的经 所有慈悲要救度我们的话 我们听来就那么没有重量 这是不是在表示 骂你的人对你来说 比佛更有威力 这也是证明 骂你的人对你比较重要 比较有影响力 佛对你比较不重要 比较没有影响力 才会他骂一句 胜过佛讲一部大葬经 照这种吸引力的比例看起来 你是不是一定会被他拖去六道轮回 比较不可能让佛迁去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他两句话就对你那么有吸引力 把你吸得连佛都忘记 心都乱掉了 平时尚且如此 如果是临命中时 恐怕也会被他动乱 他讲两句就胜过整个连耻海会佛菩萨来接引的吸引力 这样就是你自己愿意选择他 不愿意选择连耻海会 这不能怪佛不慈悲 使您和慈悲不相应 我们要注意 平时别人在嫌我们 骂我们 就是在出考题 在考我们往生西方的信愿 考考我们到底是把佛称得重 还是把人我是非称得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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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